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其实八度空间在这期间 也就是准备了许多的国庆日的节目给大家的 记得要留守我们这两天 倒数这个国庆日的节目了 那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 我国就人才济济 在前几天我们有就是在不同的领域 也邀请了不同的这些 可以说有运动的健将 那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摄影人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这些美姐艺人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到底谁会上来 我们的节目呢 我先卖个关子 那么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宜 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这个书役有什么呢 没错啦 我们是要卖个关子 可是如果你眼睛够厉害的话 你会发现今天我跟Desmond的这个造型 有点跟以往不一样 首先是穿了这个非常好看的 就是这个国庆的T恤 那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搭配T恤的这个造型呢 也是今天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 孕育出来的精英给我们穿上的 待会跟大家好好地介绍好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 叫什么名字呢 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说是八卦咯 就反正你要知道一个事情 你就一直一直追问到 事情的最原始的地方 最根部 那为什么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到底为什么问一个问题 需要打破砂锅呢 我们先照一个例句好了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这样子 那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由来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砂锅 砂锅就是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觉得跟现在的瓦包鸡饭 就差不多一样的材料 不过是一个用来可能煮药 你看熬制中药或是炖汤 非常容易破碎 而且一裂就会裂到底的一个这样子的材质 那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原来原本的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地陌生 到底是什么字 感觉像有点像宝贝的宝 然后上面就是那个繁体字的高性的性 对 所以为什么是问到底呢 然后为什么又有闻到底的另外一种说法 原来这个问的意思 就是砂锅上的这些裂纹 如果你曾经不小心碰撞过你的砂锅 或任何锅子 我觉得有时候甚至你在墙壁上也有发现这样的纹路 那问的意思就是从一开始 叻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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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部 所以一开始本来的说法是打破砂锅 那个纹路就叻叻叻叻叻叻叻到底部的意思 而不是问题的问 之后呢 我跟Desmond都卖了很久的棺子了 现在我们是要来关心一下 到底我们马来西亚这片土地 还孕育了什么精英呢 马上来看 在这个追求时尚奢华的时代 大家往往倾向于国际品牌 却忽略了本地时尚的经验之处 虽说外国月亮比较圆 但我国月亮光彩 其实也璀璨夺目 本地不可不知的自创品牌 Mac Lifestyle 是由两姐妹共同创立 每一件服饰的设计 都显而易见 他们对时尚的憧憬以及热情 两位创办人喜欢到处旅行游玩 他们总是尝试利用传统设计 融合其他创新材质 制造全新服饰设计 服饰中隐藏了每个地方的美丽文化 究竟一名服装设计师 和一名美术系毕业生 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时尚的巅峰 今天就来听听 他们在这七年的时间里 所传递的内心的时尚热忱吧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国非常著名的 这个两位设计师 这两位设计师 除了就是非常有才华之外 还有一个特性就是 他们是两姐妹来的 会吵架吗 我不懂 问问她们好了 我们欢迎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有小丽还有燕丽 欢迎两位 谁是小丽 谁是燕丽 哈啰 我是小丽 我是妹妹 妹妹小丽 我是燕丽 我是燕丽 然后是姐姐 所以这个品牌 MAC LIFESTYLE是谁先创立的 我们是一起的 一起做的 所以每次我们 你刚才讲有没有吵架 我们是每一天吵架 是怎么办 姐姐是不是一定要让这妹妹 是 我们有共同点 后来我们会有一个拖鞋 现在我们是知道 怎样去认为大家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少吵的 以前是每一天都要吵 可是我很想问一下 就是谁先说要出一个品牌 对 谁的想法 其实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想的吧 对 你有没有想过 考虑过 就马来西亚这个市场 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一块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没有想很多 我们只是想到 我们要做一些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刚在英国回来 那时候英国回来 我们就想到 我们做我们很喜欢的东西 因为之前我也是一个 风格购买 所以我就想 好 我们做一个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做一个超级品牌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间店 是在博物品牌帮杀的 很多人会问我 干嘛你的品牌叫 Mak Life Style 这样子我们开始是博物品牌 很多人都问我 你是不是一个公司呢 你是不是一个卖杂子 卖杂子的 真的 我就跟他说 我不是 我是一个服装品牌 他们就问我 这样子很多人 甚至有人上来 要找杂志的 这样我就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 我们要想一下 那时候我们有很多 邀请 叫我们去 那个博物品牌的 这样子的 这样我们就有想到 我们就拿那个 博物品牌的 比较风格的东西 因为我们想呈现一个 比较耐穿 耐宽 然后是各种不同场合 都可以穿的衣服 是 像我们现在看到荧幕上 就是两个 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我们请两位来介绍一下 先介绍一下模特儿的这个 都是线条的 好像很多层次 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对 我们是用那个 对 好 这个是一个细线条的设计 然后它是比较 可以上班穿 也可以很普通的 然后就是搭配了 这个不同的造型 其实这是两件套 而且它里面的裁剪 是有很特别 突然中间有一条 有一个假的袖子的感觉 对 就一条小条出了来 然后我们可以绑成 其实可以绑成很多不同的 样子 蝴蝶结什么的 都可以呈现不同的造型 明白 这个其实是两件套 然后再配它一条裤子这样子 就走在街上就是很时尚 很大方的 就很有型那种 适合你女性的 而且是很有造型感 很舒服很好穿的 那你旁边那个只适合那个薄衫 这个就比较女人味一点 对 这个就比较女人味 因为我们是两个设计师 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 我姐姐她是比较喜欢偏向去有型 比较很风格的那种 而我就比较喜欢有女人味一点的 我就比较喜欢穿可能衣服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一个设计呢 我们就采用了不一样的这个 然后有很 有没有看到大大的 对 泡泡秀 泡泡秀 就是偷式的泡泡秀 然后也配搭 对 就是一个浪漫的配搭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KR Fashion Week的概念 我们的inspiration是来自于 一个俄罗斯的画家 一个现代的画家 就是Kandinsky的 他是采用的设计盘 都是很亮色的设计盘 就我们这一次的主题颜色 就是紫色 黄色 黑色 配搭出来的一件 很丰富颜色的一个设计 刚才妹妹有讲到说 两姐妹的个性都不一样 可是你们每一个衣服都是 分别设计分开设计 还是共同设计的 我们是共同设计的 所以现在我们 我会觉得好像妹妹很喜欢女性花 我比较喜欢有型的 只是我们的不会太过超级女性花 因为每次吵架了 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 所以虽然我们做级女性 我觉得都不会太过超级女性那种 都是有一点点风格的 是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客人 他会有时候他会觉得 我们的东西会不一样 那个市场是有一个适合的 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明白 可是我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说你们当初就是创这个品牌 然后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 你会觉得很难吗 就是要 就是要突出自己的这个品牌 然后去设计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难度是有的 只是我觉得我们比人家好的 是我们两个人的思想 两个人的想法 每次我们都会讨论的 是 有时候我们 在这也不是很长的几年 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在一些摊 我们也是有很多机会 我们的生意也很稳定 所以到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市场 我们都有稳定的 发展 发展的 所以现在我们都有开始做购买 我们也在新加坡 俄罗斯 沙特阿拉比亚 和涂拜 所以我们都有慢慢来 去做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要太快去经营每一样东西 那么其实在一个怎么说 我相信就是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在 fashion的这个市场 那么就是要需要大家的互相帮助 就好像马来西亚人 对 你帮我 我帮你 这样才可以把有关的这个品牌 带出全世界 推出去 可是我发现在他们两姐妹身上 没有那种创业气气 产产气气的那种感觉 是 他们就是很乐观的 就是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来 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有挫败过 不要做 算了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当然有 是谁有在那边的头衔 所以比较容易想放弃两个 不 所以怎样是姐姐说服自己 对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 在这样多年的经验 我们刚开始在伊斯坦 我们那时候是不知道 怎样去做那个行业的 我们这样多人 对 这些技术性的东西 对 又很多人 又很辛苦找人这样子 因为又要很多训练去怎样穿我们的衣服 其实我们的衣服也很难穿一下 有时候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多年里面 有时候那些人走了 我们是自己站店的 我们自己去训练客人的 所以很多客人都知道认识我们的 所以那些人这样多年在支持我们 我们都很感谢他们 所以想问妹妹一下 因为妹妹之前有做过时尚买手 类似这样的东西是吗 所以一定会有少少的经验 可以帮到你在这个 其实我是在伦敦留学过 我在伦敦的时候 我是学这个 fashion marketing 对 所以对时尚的触觉 看两个一个一个 对 就是怕翻身 那应该不用太害怕 对 所以就是对时尚的触觉 是有一点点 还是有的 所以只要你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就没问题 对 就幸好有我姐姐 我姐姐就是她是很乐观的 然后她很有毅力的 她就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就说没事的 都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两姐 真好 就是如果我觉得 如果我们就是自己一个人做的话 可能我们是 就很难了 对 没有办法就走到现在 环节就是力量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 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 没错 好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可以关心一下马来西亚的 传统乐器 回来待会儿再聊 马来西亚传统乐器 热巴纳鼓 热巴纳乌比 吉兰丹传统热巴纳鼓 是全马历史最悠久 以及最大的鼓乐器之一 它的特色在于是单面鼓 高度有1米 而且鼓声是用弓的水牛皮制作 鼓声清脆 是马来民族音乐中 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 以免热巴纳鼓需要双人共鸡 一支鼓队一般从6个人组合 到24个人组合 热巴纳鼓发出的鼓声 非常的响亮 所以在鼓时候 经常作为传递各种消息的工具 例如报警或宣布婚礼 如今每逢5月到此收割完毕 吉兰丹农民都会敲鼓助兴 以欢信道米丰收 马来首鼓 公棒 马来首鼓当初是由阿拉伯商人 带到马六甲黄巢 后来演变成本地的流行马来传统乐器 并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广泛使用 例如国庆游行 各种节庆表演以及活动 婚礼等等 由于马来首鼓的鼓面采用羊皮制作 所以公棒叠称是羊皮鼓 马来首鼓最常用于大型乐队 通过重叠多个层次的节奏 产生富于变化的节奏组合 24节令鼓 由马来西亚华人联合创作的24节令鼓 是一种结合了24节气 书法和广东诗鼓的鼓翼表演 24节令鼓 鼓阵的表演充满中华色彩 其中或有农夫春天耕种的动作 队形变化繁复 节奏快慢有致 最为奇特的是24节令鼓是没有鼓谱的 全由鼓手发挥想象力创作 所以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 此外24节令鼓以击鼓为基础 加上武术 舞蹈和配乐 形成自成一格的艺术 除了是一项鼓翼表演 也是东南亚华人文化传承的象征 西塔琴 西塔尔 西塔琴 是印度族群使用了一种木制场景的有特琴 西塔琴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印度古典乐器 它的构造非常有趣 有一头长颈布 上层的祖弦通常有七条 下层十一条是持续共鸣弦 弹奏的方式是以手指拨弦 共鸣弦在祖弦弹奏时是无需弹发的 共鸣箱是胡盖制作而成 通常只有一个 一些大师则有特定做两个共鸣箱 欢迎回来 王力加油站 我们继续和Mac Lifestyle的两姐妹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们的创作灵感 那现在我们先由妹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现场就有两件 我们先从模特的身上这件讲起好了 很好看 这是晚礼服吗 其实这个不是晚礼服 是 这个其实可以修很多不同场合的礼服 对 很好看 平常出界的时候 你配搭不同的 真的 可能一个牛仔裤 是 也可以是平常出界穿的一件上衣 因为它是两件式 对 这个是两件式的 配一个扩裙就整个玩礼服了 所以我们设计的概念就是 尽量可以混合和配合 可以有多点用途 对 而且你知道像这种 比较有Ruffle style的这样的上衣 那个胸前就希望伟大一点的女生 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她会提到一种层次感的假象 于是 这个这样的巫衣领 看起来很显瘦 对 第一 看起来显瘦 也看到人比较高 刚才主持人问我 这样子穿 那我们矮的人怎么办 会不会就是觉得看起来很矮 没有 如果我们这样子穿的话 这个就会变我们的全身 连身衣 就到这里 其实不是 如果我们穿上去的话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 而且呈现出来的姿势 看起来很高 对 因为我们穿的长裤 跟这样子的长上衣 看起来整体是拉长了 对 可是观众朋友 不要怕 其实模特儿是真的高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 穿的这个衣服一加高 它是真的长这样高 其实这个很适合我们矮的人穿 如果我们穿上去的话 我们再配一双高跟鞋的话 就刚刚是玩礼服长裙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套 我觉得很有设计感 你看它这边还有一个篇幅 就感觉上非常的 你知道 这个是属于一片的 对不对 是 所以如果你想象一下 你比较喜欢Mix and Match的话 你穿一条牛仔短裤 可能不需要太短的 又可以秀你的长腿 又有一片东西 人家以为是斗篷 你随时可以飞起来的感觉 这样子非常好 还有另外我很喜欢的是 它是一件扣子 各位 它是扣子 真的 这个真是让人很有惊喜 然后它又有口袋 我觉得真的符合了 女生要的所有东西在里面 还有就是这一个很多 霉霉的那个 荷叶边 半修的荷叶边 对 半修的荷叶边 就是两边不一样的 不是两修的 所以看起来 是 这边是不规则的一个裁剪 对 就不是两边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 我觉得是有女人味 可是同样也非常有型的感觉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假装玩礼服的 一个Smart Casual的套装 那另外这一件 我们请妹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另外这一件呢 其实可以上班穿 去 可能去一些宴会穿 也可以的 也可以 这个是用了 我们用了刚才讲过 就是亮色细盘的颜色 我们就大胆地把黄色跟紫色 再融合黑色 呈现一个好像艺术感的 那个颜色出来 是 对 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Scalop的一边 然后还有它的下裙 一边也是Scalop的 对 整体感很强 所以就是很 今年就特别流行那种不规则的 对 就不要全部一样的 就是我们用了很多不规则的 就是一边 你看 一边是有衣服的 就是有一点像Scalop这样子的感觉 对 其实这边有个领子 有比较休闲的一个领子 那其实刚才妹妹有说到 这件衣服非常适合上班穿 其实是真的 因为你里面穿一件 然后你再套个西装外套 如果晚上你要派对 直接把外套脱掉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不过我觉得特别的用心的是 这个配色的部分 你们在配色上相当大胆 像我的这条裙也是 其实你们有担心过 马来西亚人没有办法接受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性 都可以 对不对 都很大胆 不像以前比较保守 可能就比较喜欢金色的黑白灰 不过现在的女性 都是很喜欢颜色的东西 对 我们这一个系列出厂过后 很多朋友就想 那些颜色很漂亮 是 我们要尝 她都想 我想尝试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对 特别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要强调某个地方 你就把颜色放在那个地方 比如说你觉得这一片 你自己的这一片肌肤特别好看 你就把黄色放在这里 或者是你一些尺寸上的一些顾虑 就可以把它放在那里 就非常好了 好 那这个就是妹妹 给我们介绍的两件造型 非常好看 那现在我们再跟姐姐来聊聊看 到底Mak Lifestyle还有什么空间 还是他们对他们有什么期许的 是的 刚才我们看到了 你就是在今年Kale Fashion Week的 那个展出的有关的收集 对 那想问一下 其实如果我们说一下 马来西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服装的这个行业 你觉得又是怎样的 我觉得马来西亚太多才能了 只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发挥 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才能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很多平台 就好像Kale Fashion Week这样子 就是一个平台给我们 去展现我们的創作者 是 那么想问一下 那么除了就是你们可以在 有在马来西亚就展示 你们自己的这个设计之外 据说你其实有去国外 也走很多这个秀的 对不对 是 我们下个月就会去纽约 Fashion Week 好厉害 这个是跟一个团队 叫Panagawati的 我们就跟他们的团队一起去 是 这样子就会在纽约14号 在5th Avenue那边做一个Fashion Week 也是一个时装周 对不对 那之前就是除了纽约 你们下个月会去 之前也曾经去过国外对不对 对 之前我们有去过 London Pure London的一个游戏 是 这个游戏 它每一年有两季的 有一个Spring Summer跟Four Winter的 这样子我们很幸运 是 那时候我们有做到客人 是 这样子我们最开心的得破是 就是客人是从美国过来马来西亚 看我们的收集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因为他们可以愿意 也会来这里就是买你的这个设计 开心是有的 只是我觉得还不够的 是 我们还要在很多努力去说 可以令到我们马来西亚更争光这样子的 那除了这个纽约时装周之外 那打算还要去哪里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朋友介绍我们去中国的 只是因为结婚了那个旅程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到 我们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适合我们的市场的 对 那么中国也是亚洲 所以可能它的穿着跟我们也差不多一样 对 然后现在中国也是非常流行 在不同的这个时装 那么其实我们 就是之前你们在这个KL Fashion Week 有展示过你们这个设计 可能来说一下有关的这个设计 其实因为你跟你的妹妹的这个概念有一点不一样 对吗 那所以展示那一天 展示的有多少套的这个衣服呢 那一天我们是展示25套的 25套我们就由大概 从价格开始到价格到价格的 所以我们整个品牌都是完整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还不会太方式的 因为开心又可以穿 对 所以它可能就是比较多样化 对 对 涵盖的可能不只是就是 上班族可以穿 对 去屋宴会可以穿 对 而且我觉得它们厉害的地方在于 可能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 有些是纯白跟纯黑 是 可是也不见得会闷 就是它们在细节上都照顾得很多 对 所以这些灵感从哪里来 就是前面有一个斗篷 旁邊有個結 細節上的靈感 我們很小就一起學畫畫 我們兩個人都很喜歡畫畫 是 我們又很喜歡旅行去看畫展 畫展我們也很喜歡 因為我們每次… 以前人家會說 你喜歡誰打電話 我們是喜歡誰畫家的 你喜歡哪個畫家 我們會為了畫家吵架 這樣子的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就是做爸爸媽媽 就是這些的才藝是從小要培養的 他喜歡不要限制他 對 所以就讓他去做 我覺得可能會不會也有另外一個理由 就是馬來西亞人從小都接觸 很不一樣的文化 就我們的文化都很多元 會不會也影響了你們 肯定會的 我們早上是要吃Nassi 我們不是吃華人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直接影響的 是 如果好像我們 我們喜歡穿比較寬充 好像Bajukurong這樣子的 對 所以我們試技的時候 我也會做到很像Bajukurong 對 在明年的一個計劃 Bajukurong也是一個巨大規模 這樣子的 我們明年會做一些 是 那想問一下妹妹 想問一下我們今天兩個穿的衣服 有 剛才Bajukurong有穿過 不過人家很高 穿的跟我的感覺不一樣 我剛剛不是我的 人家穿得很好看 然後今天你就搭配很多粉紅色 很亮色 對 然後有圓圈 不同的形狀 可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靈感 這是馬來西亞的元素嗎 對 還是怎樣 其實你說馬來西亞的元素就是 我們是覺得這個布非常漂亮 這是一個圓圈的布 是 它是有圓 有方形 有圓形 有四方形的一個 然後有很多配搭的色系 所以就是很適合我們的這個收集 所以我們就大膽地用了這個布 來做我們的夾克 對 然後連身裙 對 而且整個人穿起來會很有精神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一般上可能你 因為我穿的這個屬衣可能比較長的 可能你會覺得很熱 其實不是 因為它的這個布滿薄的 這個是一個雷嫩布來的 雷嫩它 雷嫩它也是 因為馬來西亞都是熱帶的 對 所以這個雷嫩我們也沒有放 很多的禮布進去 可以給它比較休閒 涼爽的感覺 而且這個雷嫩 因為一般的雷嫩會是很皺 很難燙 對 而且這個是它的棉成分比較高 所以它是很容易照顧的 你看設計時期講究 對 然後我覺得它們就非常細心 不是說要設計一個美的而已 那其實給這個 實用 對 實用 這個就是你們的理念對不對 對 就是剛剛她有跟我提到 就是說你們希望是全部的這個女性 都可以穿到你們的衣服的 是嗎 對 我們是這樣子的 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一想 我們就是想到 每個人的衣服 我們沒有想到要做到很古典的那一種的 就是那種比較… 禮服型的 對 沒有很… 我們的概念是要 每個女孩子都要購買 是 所以我們都沒有做到… 我覺得價錢都很大眾化 是 這樣子 是 小莉呢 你剛才就… 其實我就覺得我們設計師 是想設計衣服給人穿的 是 不是只是設計展示的 掛在那邊看裡面 所以我們… 對 所以我們每次就是在開始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這個實用性 然後它是否容易照顧 這些都是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我們的衣服都有口袋 就是客人跟我們講 他要的要求是甚麼 好像馬來西亞人 他不喜歡穿太短的 他比較喜歡長一點 是 所以我們… 我們都有每天跟客人… 喝茶 交流 交流 他們就會跟我們講 我要這樣… 我要上班又可以穿 過後上班又可以出去穿 這樣子有時候我們就想… 真的很難… 難度一下 對… 對… 我們都有這樣的想法 是 所以就是還是以實用為主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對 那麼今天很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 就是我覺得我身為馬來西亞人 會驕傲 會驕傲 對 就剛才講說有外國的朋友 特別飛過來看他們這樣子 對 那如果既然外國朋友 都可以飛過來看他們 那我們身為馬來西亞人 就應該…就住在本地 就應該去看一下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待會兒我們還是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 非常喜歡吃的一些小甜點的 各位來 紅利加油站 接下來要請出這位嘉賓 他也是馬來西亞之光 對 對 因為他獲獎無數 他是漸變 代表馬來西亞 對 我們歡迎Chefie Chefie 你好 好久不見 今天Chefie要給我們做這個 波羅蜜巧克力蛋糕 對 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 很出產這個波羅蜜 對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些什麼 最主要是波羅蜜 然後還有這個波羅蜜 是 還有蛋黃 蛋黃 牛油 牛油 牛奶 牛奶 還有這個巧克力醬 麵粉 還有這個蛋白 糖 還有這個巧克力 黑森奶 這兩個是做外表的 還有這個巧克力的調味 就是之後做裝飾的 對 現在我們要… 首先很簡單 我們把這全部東西 1 2 3 4 5 6 7 合在一起 最後像麵粉就可以了 我最喜歡這樣的 你之前真的也不開始做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全部的這個準備好了 全部藏在一起就可以了 現在倒嗎 對 因為這個A洞沒有講究什麼的 全部都在一起 等下去補充 就打它平均 對 就是均勻就可以了 是吧 對 如果你要吃到那個果肉 你就不要補充 如果你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補充它比較好 明白 太個人喜歡 巧克力也要吃嗎 對 過後我們就要打這個蛋白了 那一边就打蛋白 对 然后这边就参考打蛋白 然后两个捞在一起就可以了 太容易了 很简单 是不是觉得无穷下手 这个蛋白跟糖也是跟以往一样 都是把它打发到可以蘸出来 蘸起来为止 然后你搅拌它 为什么放那个酵素 然后我想 酵素是给它有那个酵素的感觉 对 这个面粉也放 对 放 然后稍微搅拌均匀 搅拌它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了它 得力助手 是 从今天开始 没有 我很久已经开始了 一箱来就算了 你等一下晚上就可以分享 你今天在Instagram的故事 做什么甜点 真的 因为我不想再研究那些鸡鸟 好像搅拌均匀就可以搅拌了 然后就搅拌它一下 现在算均匀吗 均匀了 对 这样子就均匀了 因为我们等下搅拌的时候 它也会搅拌在一起 再均匀多一轮 对 我可以用普通的那种搅拌的吗 可以 没问题 可以的 好 你来啦 好 好 来 国庆日要关节 因为这个分量它很少 所以你按下去按这样子 OK 搅拌 对 等一下 不要上去 不然会弹到衣服会有 对 这样子 很惨的 这种基本的东西都要搅拌 这种搅拌我们两个真的无能 我不怕 我做的时候 怕不怕 然后你看看它全部均匀 因为那个叫莫娃波罗蜜 它就是融化在里面了 是 它变成有点淡黄色了 看到没有 你旁边这些要 好了… 好了啦 不可以过分的蛋糕 是会有黄效果的 不是要越滑越好吗 不是 然后你可以收给观众他们看 观众他们 来 观众你们 来 好 就是这个 讲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蛋白已经打好了 就是不要打到过有力 就是平时这样子就可以了 正常就好了 不要太硬 对… 因为如果打过硬的话 你的蛋糕就会硬很硬 是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小玛丹 我跟你说 我觉得 Gamberdat的那个 跟巧克力的化学作用 就和香蕉和巧克力的一样 如果是烘烤方面 出来就很香 是不是 你看 我就懂东西 因为巧克力跟香蕉很搭的 为什么要放巧克力呢 巧克力… 其实巧克力对于什么 都很搭 都很搭 芭蕾 榴莲 真的 你讲榴莲为什么心虚呢 请问 因为很喜欢吃 因为一般上有很多人 都不会做榴莲 拿过来买卖的 因为它的味道很重 对 而且不是每个人喜欢 赚卖店就会有了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倒进了磨 是吗 倒进这个磨 好 然后这个烘烤就是上下火 是百七 百七 烘多久 烘大概30分钟以上了 30分钟 就可以了 然后什么形状都可以 好 这个磨随便这样都可以 好 做一个国旗的形 真的 你可以只要在上面再画一个国旗 是 然后之后就会长成这样子 做好的蛋糕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 中间代成是什么 里面代成就有什么大 就准备掉而已 反正你就做两个 然后中间把它夹起来 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上面对不对 上面我们就把这个 好 没关系 这个把它淋上去 淋上这个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里面占有Almond的 然后淋上去 太丰盛了 这个会有点硬 如果你觉得硬的话 你可以淋上它 比较水的 不用 这样子刚好 好像很好吃 我的天 这个 很有最恶感 很好吃 然后把它弄平 弄平 对 然后等一下它干完后 可以取上来 它最凝固了 对 因为这里有点冷 所以它凝固比较快 明白 如果你觉得它凝固比较快 所以它是这样的 不是要美美的 对 等一下你也可以在开始位置修饰它 好 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非常好吃的 还没有吃 讲好吃的 看就知道好吃 菠萝蜜巧克力蛋糕 到底怎么做 我们上来看 很好吃 跟紫色费 好 有点 是 就 是 好 有点 好 有点 有点 我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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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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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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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刚才Chef最后的那个 算是装饰的东西 对 就把整个蛋糕围绕着 大家看镜头也太好吃了吧 对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 我们要做这个 有关国庆日的一些蛋糕 不一定就是要找 就是华人 马来人 或者印度人的 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食材就可以 可以吃阿门 可以 一直在等他讲完 我们要尝尝看 对 好好吃 我没有想到那长不厉害 那菠萝蜜是这样配的 很配 很配的 它中间这个菠萝蜜酱流出来 对 实在是太疯狂了 暂时我真的没有在外面吃到这个 你看中间 你看中间 对 真的 你出来卖吧 不然我们真的是 一辈子都吃不到这种味道 整个过后可能有 对 Chef 这个会失手吗 这个在哪里 会容易失手吗 不会 就是做蛋糕体那边 比较注意一下 然后那个感觉 只是放那个奶油下去 一起搅拌 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Chef Wink 就是为我们介绍这个 波罗蜜巧克力蛋糕 谢谢Chef Wink 谢谢 祝你拿更多奖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好 休息一下 那我们还有一个天然的食物膜 要介绍给大家 休息一下 为了欢庆马来西亚61岁生日 Boh 特别推出了名为 Negara Om TV的在线电视频道 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运动 旨在召集各阶层的大满人 演唱国歌以表示爱国之情 想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以不同的创意方式 演唱或者是弹奏国歌 登录并上传至网站 此电子频道将于 国庆日凌晨12点正式上线 开播长达24小时 播放从21日至31日收集的视频 就让我们一起自豪地唱国歌 向世界分享马来西亚的独特之美吧 知名动画制作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 第一次与大马双威广场配合 在国庆日前夕 举办了一个以大马美食为主题的盛会 马来西亚素有美食天堂之称 因此这次的主题 《Coco Fun Time》中的Cole 就是配合中文字Cole的意思 活动当天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动画里 1比1的卡通角色 前来为这个活动的开幕影视造势 《Coco Fun Time》中的Cole 在马来西亚的最初的时间 还有我们的爱好兄弟 Mêi Mêi Shrek 和Alex 来观察这晚的大马美食 活动中 除了有琳琅满目的大马美食 还有很多小孩子的玩意儿 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参与 也让这个活动增加不少还乐 欢迎接受看《活力加油站》 我告诉你 马来西亚人是非常聪明的 对 然后马来西亚人就是 不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就是有很多发明家 对 很有创意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DIY的部分 想要把一些创用意 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 是的 我们欢迎今天的老师 我们有沈老师 沈老师 你好 今天要教我们的这个 好厉害 真的 一个食物保鲜膜 那基本上它就是 取代保鲜纸的意思 对 对 对 好 那我们请老师来介绍一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用料 是 要制作这个DIY的时候 保鲜膜是非常地简单 假如我们家里有那些 废制的布料 我们以其把它丢掉 我们拿它来做保鲜膜 就是说你将那些布料 把它剪成各种类型 你要的形状 对 然后再加上你需要用到的 就是蜂蜡 蜂蜡 然后这个是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 好 一块布差不多30到45cm 你所需要的蜂蜡 是差不多5到10克 我们来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就是蜂蜡的样子 长这样 对 好 所以我们买的它就是这样碎碎的 它有块状 但是你自己要去分享它 所以这个比较方便一点 对 比较方便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布 一定要砂糖的布吗 最好是砂糖 因为它吸这个油会比较好一点 好 好 好 讲错 那么首先我们 你要用汤匙也好 用手也好 就是你将差不多5到10克的蜂蜡 把它铺在你的布料上 都想要的部分 对 因为这个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就用比较多一些了 好 来 对 真的是非常简单 对 如果你有经常在家自己做饭 还是怎样的话 我觉得保鲜纸是一个很头痛的事 对 那又不缓打 对 你就一直重复 就是一直撕、丢 一直撕、一直丢 对 好 差不多就这样 对 是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煮纸布 对 塑在汤面 把烧的汤头 在表面上不断地晕烫它 所以当它晕烫受热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蜂蜡 它受热 慢慢融化 它会慢慢融化 然后吸进去 然后就被吸收进去 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慢慢地融化 对 所以这个温度我们要用中温 还是中温就可以了是不是 中温都可以 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高温你就需要去留意一下 因为怕它焦掉 对 焦掉 我觉得还是中温好的 慢慢来这样子 对 你看它已经开始 生透进去布了 慢慢融化 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个运的过程 是要等它晾干才可以把它解开 对 因为你很久没有碰烫抖了 对 最讨厌是烫衣服 真的 这个好像很好玩 因为你会慢慢地发现 那个蜂蜡的部分 它开始融 然后渗入在布景里面 如果那个布块比较大 真的要放多一点 对 对 我们的这个老师 老师 我想问布料的颜色 因为我担心如果 它如果有掉色的话 会不会对食物也不好 基本上是不会 因为我们用的蜂蜡 其实是把颜色把它密封起来 但是在这边它是有一个小技巧的 就是假如你有颜色的布料 你就把它反过来 用反面 在背面去把它这个蜂蜡 液进去那个布 那么那个颜色就不会 就不会担心 老师 小孩子碰到这蜂蜡 可以的吗 没问题 因为我们用的 都是食物级的蜂蜡 所以基本上都是自然的 你指的是室温的蜂蜡 还是烫熟的蜂蜡蜡 没有 因为可能这个做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 因为它可能有蜂蜡包抹着 对 所以小孩子可能就是 烫熟到 或者拿来吃 那老师 我们这样子 如果说是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这个烫熟要几时撕开来 现在呢 现在你可以撕开 还是等它干才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对 好了 因为这是试验版本 对 所以可能大家发现不太均匀 如果你在家做 就可以把它撒得 弄得均匀一点 每一寸 每一份都有蜂蜡 是 其实也很容易辨别 你看有蜂蜡的地方 颜色都差很多 对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有的 对 好 那么其实我们浇早前 也做了几块好的 对不对 对 已经是完成了成品 是 这样子 比如说这一块是放心的 好 这个就是之后 老师就是扣了之后 再剪成它要的形状 不过我想问 比如说这个是本来的布好了 那你是扣哪里一边 老师 我是扣上面一边 上面而已 上面而已 下面是没有扣的 上面是没有扣的 不需要两边的 为什么不需要两边 如果我贪心的话可以用两边 可以 它会过多了 它会过多了 老师 这个在市场上卖都要几十块了 都要最少三十多块 你自己的服务品很多 对 就是很多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先来重复一下 温习一下做这个 食物保鲜膜的一些用料 待会儿我们来 我们再示范给大家看你们用 点赞 你们多点 我们这些感受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点几十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纸的话 一定会渗透 你欧萨拉的那个包包 做这个吧 还有五天 来不及 好 那我们请老师来示范一下 比如说这顿是我要保鲜的番茄 那我要怎么用 对 因为它不透风 你也可以防水 对 它不透风 基本上它是不透风 薄水 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抗氧化 对 因为风辣 它本身是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明白 老师来示范一下 那么我们以其用保鲜膜 我们用这个天然的DIY的B-Wax Wrapper 然后就这样子盖上去 然后稍微用手去搓一下 压一下 不用绑它的吗 不用绑它 会自然成型的 它会自然成型 可是那风进不到 真的 而且据说老师说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今天盛的是一杯水 对 然后你再用这个B-Wax cover着它 它水是倒不出来的 对 很神奇 老师 如果是这个没有盖的话 我是可以这样子吗 你看 它是固定掉的 对 对 那也是这样子 它不是散开 它的这个 它的包裹力比保鲜膜好太多了 它真的是可以 对 真的 你看 然后你看这些 多浪漫 很浪漫吗 这样 很浪漫 萝卜放在一个信封里 而且有信心 这个信封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因为比如说我磨到类似这样的布 你会觉得很有那个辣的感觉 对 可是那个食物这样放进去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为B-Wax也是食用级的 对 食用级的B-Wax 好好 好 谢谢老师介绍给我们这个 这么好又环保 然后又非常好用的 食物保鲜膜 谢谢沈老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明天我们要聊些什么 那明天我们就要聊有关我们的梦想 到底我们的这个嘉宾是谁 那最后一定要留住我们的活力债务站 就是明天的两点到三点钟 明天再见 拜拜 阿姨 拜拜 推文中的热 petals 追品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